外婆 其實那天她看傷魂 我就問她了 她講一句非常重的話 她有心情很差 有點丟到外國去 啊~~~ 她們都哭了 太硬了 不是我見她 她是結婚才是弄她 穩交 但那個穩交要很穩 真的可能會結婚 的對象 演藝圈這種紛紛合和才對 我外婆她們也蠻在意這種事情 家裡從小就少小一點 外婆 其實那天她看傷魂 我就問她 她講一句非常重的話 她有心情很差 我先講前提 因為我很多家人住在美國 那天我們一起看的時候 其中一個阿姨就說 聽說美國也看得到 我的表弟表妹們在美國 也可以用網路上看得到 然後我外婆就冷冷的 講了一句話說 有點丟到外國去 啊~~~ 我瞎一眼 妳有看到表情嗎 就很冷 講到我有點委屈 好舒服喔 怎麼把人家冷服了 她真的沒辦法說 欸 外婆好痛 沒... 那就都不要給她看啊 大家不要一直拿手機 可以拿面 所以妳會不會覺得妳很委屈 其實就是拍戲啊 好 其實 其他家人有幫我講話 我阿姨他們就是換家 就說 意思是說她老骨板啦 不懂什麼什麼 她其實講完那一句之後 反正大家就是 想要 恍和氣了 對 就開始 講一些別的啦 還就一直說這什麼年代了啊 就過去了 外國就沒說什麼 那幾歲了現在 九十三四 他們接受的那個教育就是 日據時代 就是比較暴霜 那內衣可以嗎 當初 當初也是有一點 我有為辭 但後來發現 拍出來是好看的啊 跟那個 床下什麼態度一樣 所以後來就還好 因為外國這個反應之後就 不敢再接住 因為我本來認為這個尺度 應該沒有到太誇張 對啊 因為其實比這再大 我覺得不可能接 像設計那種 反正就是有露點 那種是打死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即使是國際民導 我們家也是不可能的 嗯 他們就說 你這樣什麼 怎麼嫁得出去 什麼 大家在乎就是這個啦 他就覺得說 要留點給人家探聽啊 什麼 反正就是類似這種 比較傳統 傳統 為了 為了 我們 都不可能接受 了